龙哥哥和粉丝们今天搞了个友谊赛 扮演监管者的粉丝 有束散之魂 十字入口美少年的皮肤 其实就是秋裤版束散之魂 龙哥哥很想见识一下秋裤之魂到底厉不厉害 我们先去摸个箱子哈 龙哥哥感觉幸运而散了双衣的皮肤后 摸箱子的能力瞬间下降了 我们看看能摸到什么 又是地图 基本上预期摸道具的技能感觉已经退化了 龙哥哥最近这个双衣不是摸到地图 就是摸到书籍 有点不服气哦 再找个箱子摸一次 希望这次能按期望摸到道具 果然摸出了冒险家的书 双衣是铁了心要当好学生啊 看到一个粉丝被穿秋裤的束散之魂打倒了 瞬间上椅子 我们看看双衣能不能救下队友 先缩小慢慢靠近 先躲在椅子后面 秋裤之魂好像没看到我 现在这个距离还有点远 我们再靠近一点 躲在板子后面 秋裤之魂还是没看到我 秋裤之魂这身黑秋衣秋裤看着真的很暖和 我们再继续前进躲在台阶后面 秋裤之魂好像不肯走哦 那就拼一把突袭摸人看看手快不快 这个实验说明了自从束散之魂脱掉大褂穿上秋裤后 不仅能变帅了 动作也力锁了 论秋裤秋裤得体的重要性 很快双衣被卖秋裤的束散之魂挂到椅子上了 还好牛仔跑来摸下了我 不过没跑多远 又被秋裤之魂抓了 后面队友祭司在破机 龙哥哥看到秋裤之魂在挂机 粉丝神万一色说 祭司和秋裤之魂都是他的号 估计他是玩了祭司 所以秋裤之魂就不动了 那龙哥哥就可以近距离了带大家欣赏下秋裤之魂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秋裤之魂的招牌动作 摸头法还是没有变的 黑色秋衣秋裤还是寒版紧升款的 然后切换成白色的秋裤之魂 腿还是那么细 不过我好像中了秋裤之魂的招式 瞬间被四个秋裤之魂包围了 要逼我买秋裤吗 我不太喜欢太紧升款的哦 这个白衣版秋裤之魂的腰上夹着一本书 上面写着666 你确定不是偷双衣的日记吗 啊被打了 看看远处的粉丝不是在破机吗 怎么这个挂机的束闪之魂自己活了 难道是他手挂 哎呀居然又打了我一下 毫无防备 祭司明明在破机啊 谁操作了他的秋裤之魂 好吧 看他眼睛都红了 回到状元我答应买你秋裤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